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正在复苏 但欧洲在人工智慧AI热潮中落后于美国和亚洲 2025年4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570亿美元 较3月增长2.5% 同比2024年4月464亿美元增长22.7%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春季分析预测 2025年全年销售额将达708亿美元 同比增长11.2% 虽低于2024年19.7%的AI热潮驱动增长率 但2025年AI相关增长仍从20%上升至23% 受台积电产能限制 预计2026年市场将达7607亿美元 再增长8.5% 市场放缓时召集市场规模预期从2030年推迟至2032年 欧洲晶片市场持续萎缩 SIA和辉达批评全球对AI晶片出口的限制 欧洲因专注于工业和汽车市场而表现疲软 预计美洲和亚太地区将引领增长 增长率分别达18.0%和9.8% 而欧洲和日本增长温和 尽管Future Horizons的Malcolm Payne上调2025年 全球晶片市场增长预测至15% 差值正负4% 但他认为2025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复苏基础脆弱 对2024年基于平均售价ASP而非销量增长的复苏 持怀疑态度 并质疑AI热潮的可持续性 SIA总裁兼执行长张妞夫表示 2025年4月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首次实现月赌环比增长 美洲和亚太地区销售增长 推动全球市场持续实现年增长 新的WSTS行业预测显示 AI云基础设施和先进消费电子需求 将推动2025年全球市场稳健增长 SIA支持 WSTS 2025年春季 全球半导体销售预测 预计行业持续增长 主要由逻辑和记忆体晶片领域的 持续强劲表现推动 感测器和类比晶片等其他领域 也将适度贡献增长 从区域来看 2025年4月 年销售增长率分别为每周44.4% 亚太地区其他23.1% 中国14.4% 日本4.3% 欧洲0.1% 月度销售方面 4月中国增长5.5% 亚太地区其他增长5.3% 欧洲增长0.5% 而日本下降0.6% 每周下降1.1%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积极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之际 惊传嘉义先进封装布局地延 台积电源规划 嘉义先进封装 AP7厂第三季设备进击 供应链近期陆续收到 延后至第四季进击通知 同时 外界也关注 日前该厂区发生二起公安事件导致停工 是否同步干扰嘉义厂建设脚步 进而冲击全球高速运算HPC晶片供应 针对嘉义厂进击时程传出延后的消息 台积电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应 嘉义县掌公张良日前在县议会施政报告中提到 台积电嘉义厂第一期工程将于第三季进行第一座厂装击 不过业界传出 台积电已通知协力厂第一阶段进击时程将延到第四季 台积电尚未宣布嘉义先进封装厂生产布局细节 业界传出 该厂区第一阶段将部件晶圆及多晶片模组 WMCM封装产能 也就是将多个晶片在晶圆阶段就进行抑制整合封装 后续再分割为模组 外界也推测 这项封装技术将最先应用于苹果的自研晶片上 行政院2024年首计宣布 台积电将于嘉义科学园区设立先进封装厂后 厂区兴建几经波折 一场动工后一度因挖到文化遗址而停工 并调整施工顺序 台积电已规划在嘉义兴建两座先进封装厂 今年初就在当地开始招募基础员 开出年薪70万元新台币以上找人 外界也关注后续嘉课园区进行二期扩建 台积电是否可能于当地建制更多厂区 另一方面 台积电家一场 最近发生两起公安事件 也被外界视为该厂区进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变数之一 针对相关公安事件 治安署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表示 分属不同承包商 目前这两个失措范围都处于停工阶段 其中一件堆高级意外 不但需要提出复工改善计划 经过审查会议核准 同时因为是机械灾害 还需提出教育训练计划 两情况均可改善才能复工 至于另一件脚手架相关事故 治安署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指出 同样要提复工改善计划 经书面审查通过后才能复工 虽然是承包商发生事故 但治安署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强调 台积电是业主 因此也邀寄台积电高层举行座谈 希望强化公安 另外世界半导体贸易组织WSTS 近日发布其2025年春季半导体市场最新预测 该机构认为 2025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709亿美元 同比增长11.2% 按细分市场来看 今年的半导体市场规模攀升 将由逻辑和记忆体的增长引领 这两大市场均受到AI 云基础设施 先进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持续需求的推动 同比涨幅将达到两位数 感测器和类比等细分领域 预计将做出积极贡献 尽管增长较为温和 WSTS同时指出 尽管整体市场正在扩张 但预计部分产品细分市场将继续萎缩 比如 分立半导体 广电子器件和微型机体电路 预计将出现较低个位数的下滑 这些下滑 主要归因于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 和负面的经济发展态势 这些因素扰乱了供应链 并抑制了特定应用领域的需求 从地区来看 美洲和亚太地区将引领增长 预计增长率分别为18.0%和9.8% 相比之下 欧洲和日本预计将呈现温和增长 展望未来 WSTS预测全球半导体市场到2026年 将增长8.5% 达到7607亿美元 增长将广泛存在于各个地区和产品类别中 预计记忆体将再次引领增长 逻辑和类比器件也将有所贡献 从地区来看 所有主要市场预计都将扩张 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将继续引领增长 而欧洲和日本预计将增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